腾讯公司昨天发布消息,表示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,并发布了QQ与360软件不兼容的声明。 当晚360方面证实,由于QQ保镖和腾讯QQ之间存在技术冲突,已经对这一款产品做下限处理。 据了解,之前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腾讯速360不正当竞争案。